雅典学院,也称雅典学派,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拉斐尔,因受任装饰梵蒂冈使徒工于1510年完成的一幅诗壁画。 雅典学院是拉斐尔的代表作之一,同在这个房间还有圣礼争论、三德项、帕纳苏诗山都是出自拉斐尔之手。 这幅作品是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代表,它的内容也是人类认知理论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表达。 画作中最突出的是中间的两个人,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。 柏拉图身穿紫色长衣,红色披肩,代表他的认知方向是无形的空气和火。 右手指着天,说明知识的获得是由上天的启示而来。 他的左手拿着他的书,提马优斯。 书中强调终极的美善,公益,真理与智慧。 另外注意,拉斐尔用了达芬奇的样子来代表柏拉图。 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,但他的理论却和柏拉图大相径庭。 他身穿棕色长衣,蓝色皮肩,代表他的认知方向来自土地与海洋。 左手手掌向下,是以知识地获得由地上的研究而来。 他的手拿着他的书伦理,强调人是社会的主体,决定公益、相互、统治、合一。 由他们两个和后面的拱门为背景,左右分开,再由各个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放射性点缀,形成了构图上对称的平衡格局。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,这个人是柏拉克利特,他是主前五百年古希腊哲学家,以弗索学派的创始人,生于以弗索的一个贵族家庭。 被称为哭的哲学人,他爱用言语悖论,后人称他为会色者。 注意,拉斐尔用米开朗基罗的脸来绘制。 巴曼尼德,主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,是最重要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,是埃利亚学派的一员,生于埃利亚,主要著作是粤文写成的《论自然》。 古希腊女性数学家西帕迪亚,因为没有人知道西帕迪亚的相貌, 从他穿着以视线来看,拉斐尔是照着他情人玛格丽塔所画的。 这个蹲着看书的图顶老人在后书上写字,这个人是毕达格拉斯,也是毕达格拉斯定理的发明者。 阿纳克希曼德,大约是主前六百年古希腊的哲学家,他也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米鲁都学派的第二代自然哲学家。 他诚系泰勒斯,在哲学上提出了阿派朗的概念来解释世界本源的问题。 鲁士德,他的全名很长,叫阿布瓦利德·穆罕默德·伊本·阿玛德·伊本·鲁士德,是主后1100多年的伊斯兰哲学家。 他支持亚里斯德德,研究广泛,包括古希腊哲学、伊斯兰哲学、医学、心理学、政治学、音乐、地理、数学、天文和物理学。 伊比九鲁,主前三百多年古希腊哲学家,伊比九鲁学派的创始人,伊比九鲁的学说主要终止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。 这个人是亚里斯德德的大帝,为希腊马其顿王,年仅30岁,征服从南欧北非到印度的疆域。 但他不是一介武服,他是亚里斯德德的学生,坚信人类社会行为统一,包括统治疆域、语言文字等。 安提西亚,主前四百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,他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之一,他生活在雅典,是犬儒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。 色诺芬,主前四百多年的哲学家,雅典人,同时也是军事家、文史家,他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之一。 他以记录当时的希腊历史跟苏格拉底语录而著称。 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,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,他是柏拉图的老师。 他的理论不是关注认识世界,而是如何认识人。 他没有留下著作,但很多对话被记录下来,他往往让人直面自己的本性与生命,所以让人很不舒服。 图画中他瞪着眼睛质问对面的人,后来他被判喝毒酒自杀。 好,再看右边。 这个占据着显著位置的乞丐,是迪欧根尼,古希腊哲学家,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。 他说,我喜欢人叫我狗,因为我讨好给我的人,狂吠撕咬不给我的人。 他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,相传于公元前413年生于现在的土耳其。 欧基里德,著名的数学家,被称为几何之父。 索罗亚斯德,古伯斯先知,伯斯教创始人,他并记当时的多神论,宣称阿古拉·马斯达是创造一切的神。 后来,古伯斯把这个宗教理论定为国教。 尼采曾经有一本书,叫《索罗亚斯德·如四说》,讲的就是他。 克劳迪·乌斯·托罗米,主后一百多年,是数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地理学家、占星家,所以手里拿着地球仪。 乌尔比诺公爵是当时教皇的侄子,有名的艺术爱好者,可能是因为朋友关系,拉斐尔把他画上去了。 拉斐尔本人的自画像,这是他一贯的风格,把自己画进作品,并且视线对着观众,和左边的他的情人的视线一致。 另外注意到,拉斐尔在画人体肌肉的时候,很明显借鉴了西斯汀教堂的米开朗基罗的画风,把肌肉的张力、线条、立体感都展现出来。 这也是为什么他把米开朗基罗画进来,创作这么多的人物,并且将每个人的特点表达得这么通透,绝对是一个大师的手笔。